台湾大搞源头打击能力 多种导弹同时发展 弹道飞弹与巡异飞弹 哪一种更适合台湾研发 大家好 我是火力薰 在飞鼠一号发射失败的半年后 台湾二级火箭HTTP-3A发射计划 又因天气原因取消 这不禁让人在意 台湾的火箭技术到底行不行 一直发展火箭技术 又是为了什么 要知道台湾从1972年 就已经开始进行探空火箭试验 直到现在 即使期间经历多种坎坷 也没有放弃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为了发展弹道飞弹 对于台湾来说 发展火箭技术 就是明修战道暗渡沉舱 小型的卫星运载火箭和弹道飞弹 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体两面 小型运载火箭具备方便储存以及运送 操作简单 发射成本低 能快速进入太空等优点 而这些优点也可以在弹道飞弹上体现出来 甚至是构成弹道飞弹强大突防能力的要素 目前台湾关于火箭的计划 就是通过不断发射探空火箭 探索多级火箭技术 弹道飞行数据 以及火箭姿势控制和返回等技术 在这些关键技术完成积累后 把探空火箭升级到发射卫星的运载火箭 以发射1000公斤级微卫星 然后在此基础上才会进行弹道飞弹的研发 问题来了 是雄风2E不够香还是云风导弹射的不够远 台湾为什么一直执着于弹道飞弹 原因很简单 源头打击能力 利用弹道飞弹的射程 从己方直接打击敌方的纵身要地 对于台湾来说 源头打击能力可以说是必备的 为什么这么认为 看乌俄冲突就知道了 乌克兰可是提前为台湾踩了一个大坑 想想为什么俄罗斯敢直接攻击乌克兰 还不是因为乌克兰没有源头打击能力 无法威胁莫斯科 其实苏联解体时 乌克兰就具备了源头打击能力 其境内的很多军工厂 都是苏联时期生产战略武器的地方 只是因为当时乌克兰因为国内经济不行 被迫放弃 而台湾正好与此相反 一直在发展源头打击能力 这一点就是台湾与乌克兰最大区别 对于台湾来说 发展源头打击能力只有三条路 那就是战略轰炸机 薰衣飞弹以及弹道飞弹 不过在这里面 战略轰炸机难度最大 毕竟世界上也只有美额拥有才能研发 其中最难实现的便是发动机 虽然台湾的航空发动机技术不错 比如IDF战斗机使用的TFE-1042发动机 可以做到百分百的自研 只是战略轰炸机所需要的发动机 可是与战斗机不一样 一个是大寒道比发动机 而另一个是小寒道比发动机 二者虽然只差了一个字 但作用却是天差地别 因为战略轰炸机需要执行远距离作战任务 同时携带大量的导弹 所以其追求的是推重比高 又节省燃料的大寒道比发动机 其研发难度要远高于小寒道比发动机 就算是将发动机和图纸摆到你面前 仿造都造不出来 其中涉及的制造工艺 锻造次数 时间 温度 冷却液 以及螺栓紧固顺序等都不一样 差之毫厘 一失之千里 就算是有了材料和图纸 也不一定能保证成功 它仅仅是制造出一台航发的条件之一 加工工艺同样十分困难 要让各种合金材料放在一起加工 就需要掌握高温合金的加工技巧和焊接工艺 同时发动机转子 叶片在工作时处于高速运转 工艺不到位 轻则影响发动机使用寿命 重则发动机高空停车击毁人亡 目前能够生产大寒道比涡扇发动机的国家 仅有美国 英国 俄罗斯 台湾目前工业体系不完善 难以实现战略轰炸机的研发 所以这个几乎不用考虑 那就只剩下两个选择 弹道飞弹和巡异飞弹 哪一个更适合台湾 想要明白这个问题 就需要知道二者优劣 巡异飞弹主要依靠超低空巡航飞行 接近目标 制导可采用多种模式 如红外雷达图像匹配 电视制导等 适合各种不同条件下打击不同目标 而且命中精度很高 一般都能达到十米级 最新型的巡异飞弹 还具备打击移动目标的能力 但缺点就是飞行速度慢 容易被拦截 假如能够通过预警雷达 发现其飞行轨迹 那么高炮 防空导弹 战斗机 都有可能将其击落 弹道飞弹的优点 则是很难被拦截 其发射方式与火箭一样 在自家的地盘发射 并进入太空 在这个阶段 只要不是自己搞事情 一般都能顺利升空 在发现并确定目标之后 弹道飞弹就可以从高空落下 火箭发动机的推力 加上地基引力 速度甚至可以超过20倍音速 目前的防空系统 很难及时反应并且拦截 其次 其飞行轨道也无法确定 一般的弹道飞弹 在中段飞行时 都是椭圆轨道飞行 从发射点到攻击点 轨道是一个半椭圆形 这种方式在中段 是有机会拦截的 不过如果是前学森弹道 或者桑格尔弹道这种 做不规则运动的弹道飞弹 轨道无法确定 拦截基本上就是无机之谈 所以说对各国而言 对弹道飞弹基本是不设防的 其优异的突防能力 绝非寻翼飞弹能比 而且打击威力极大 只是弹道飞弹的精度 不如寻翼飞弹 弹道飞弹可以在远程摇杆控制 GPS加冠性加星光等方式指导 技术是有了 但是下落时的速度太快 有时不能精确测量导弹速度 加上风 大气密度 当地垂直重力偏斜等 会引起误差 导致精度下降 弹道飞弹和巡异飞弹的 最大区别就是飞行方式 巡异飞弹一般都是在大气层飞行 弹道飞弹除一小段 在大气层中做有动力飞行 并实施制导外 其余时间均沿着 只受地球重力作用的 椭圆弹道飞行 弹道飞弹在起飞阶段 必须穿越大气层 弹平飞前进阶段 则主要是在空气稀少的 高层或外层空间 在下降阶段 利用惯性制导 或者GPS攻击目标 由于不在大气层中 进行长时间水平飞行 弹道飞弹不需要弹翼和操纵面 有的责言尾翼都没有 其外形近似于 普通炮弹和火箭弹 轻则几吨 重则几十吨乃至上百吨 弹道飞弹的发动机 不能靠外界空气工作 所以一般采用固体或液体火箭发动机 以获得足够大的推力 如果问台湾选择哪个 只能说小孩子才做选择 成年人全都要 二者虽然都具备源头打击能力 但是打击的目标并不相同 弹道飞弹虽然精度一般 但是威力大 平常五枚巡异飞弹 才能轰炸的目标 一枚弹道飞弹就能搞定 比如雄风二翼的战斗部 只有500公斤 而美国的民兵三的战斗部则是达到了上千公斤 俄罗斯这种以火力出名的弹道飞弹的战斗部则是更重 威力大 配合其难以被拦截的特点 完全可以对付一些高风险高价值的目标 比如防空指挥所 机场 大型防空导弹阵地等等 这些目标一般防守严密 巡异飞弹很难攻击 只能使用突防能力强的弹道飞弹打击 然后把敌方防空网撕开一个缺口 然后再用大量巡异飞弹跟进打击 两者相互配合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可惜的是火箭技术的进展并不顺利 无论是碳空系列火箭 还是APPL 还是混合动力系列 都是属于测试某箱技术的小火箭 技术并不成熟 目前离运载火箭的成功还有一段距离 弹道飞弹自然也无法实现 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发动机 对于弹道飞弹而言 最重要的就是航电和发动机 航电对于当前的台湾来讲完全不用担心 台湾在雄风2E上就已经使用了GPS 并具备末端人工智能作战系统 导弹在设定好目标后 即刻会通过计算机系统制定出一套攻击路线 这其中就包括了选最相对安全的飞行线路 有效的规避防空火力的拦截 在导弹发射后 随即启动卫星定位与地形匹配系统 在导弹飞行过程中 可以与作战系统或C4I系统进行实时的数据交换 随时根据战场动态进行飞行参数与路线的调整 在导弹接近目标100公里范围时 负责末端攻击的系统开启 同时向飞行系统传递最新的攻击路线方案 这个方案并非是之前已经设定好的 而是根据目标所在区域实际的情况而实时制定 精度直接拉满 可以说在寻异飞弹的精度上打个八折 用在弹道飞弹上基本没有问题 但是发动机则不行 台湾的寻异飞弹使用的发动机为冲压发动机 比如雄风3超音速反舰导弹 云风超音速寻异飞弹 冲压发动机也称冲压式空气喷气发动机 依靠高速迎面空气流的冲压增压作用 进行工作的空气喷气发动机 相对于同质量的导弹而言 采用冲压发动机的攻击力 比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的导弹多出一倍 准确点来说 冲压发动机属于窝喷发动机中的一个类型 依靠的是发动机中的气体 也就是燃烧气流产生推力 续航能力可以适用于高空高速战斗机 而火箭发动机则与冲压发动机完全不同 弹道飞弹进入太空就需要对抗地心引力 靠的完全就是巨大的推力 其原理就是牛顿第三定律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就比如气球就可以看作一个简单的火箭 而冲压发动机的推力不够推动 重达几十上百吨的火箭 对于火箭发动机而言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助燃机和燃料 直接混合燃烧 产生超过地心引力的推力 然后进入太空 比如美国登月5号所使用的F1 就是最简单的开式循环发动机 虽然听起来比较简单 但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台湾很长一段时间 比如飞鼠1号这种轻型火箭 只能把载荷送入亚空间 由于没有横向速度 无法抵抗地心引力的作用 很快就会掉下来 要想把卫星送入太空轨道 就需要更加强大的火箭 推进机要么是全固态 要么就是全液态 凭借着大量燃烧推进机产生强大的推力 将航天器的横向速度加速到第一宇宙速度 克服地心引力 保持在轨道上绕着地球运动 不过这个问题在之后或许就会变得简单 因为但从工艺来讲 火箭发动机的技术实际上并不是很难 或者说比巡异飞弹 或者战斗机上的发动机要简单得多 比如台湾的冲压发动机 就比火箭发动机更难造 最好的证明就是伊朗 伊朗有弹道飞弹 比如流星3 那它能生产战斗机的航空发动机吗 不能 伊朗目前发动机用的还是俄罗斯卖给它的 从技术层面上看 那就是航空发动机的结构太复杂 航空发动机一般使用的都是涡轮发动机 由压气机、燃烧式、涡轮机几个部分组成 当外部空气经过进气道进入压气机后 将空气压缩成高密度、高压、低速的气流 随后进入燃料室 与喷油嘴喷出的燃料混合并燃烧 由于燃料燃烧瞬间膨胀 就会产生大量的高热、高压、废气 然后推动涡轮高速旋转 而火箭发动机则相对简单 因此它无法从外界吸取空气 所以不需要进气道和压气机、涡轮这些结构 取而代之的就是要同时携带氧化剂和燃料 控制它们按一定比例在燃烧室内混合并燃烧 燃烧后产生的尾气直接从喷嘴喷出 给火箭产生推力 台湾之所以没能研发出来 其实就是因为经验与数据不足 二者虽然从原理上看都是燃料燃烧 然后喷出高速气流形成推力 将燃料内部的化学能转化为机械能的方式 但是不同的是 战斗机或者巡异飞弹都是在大气层里面飞行的 所以它可以从大气层里吸去氧气作为助燃的氧化剂 而火箭发动机则主要是在大气层外飞行 需要自带氧化剂 这就导致了二者在结构上都不相同 所以需要重新设计 这就成了一个问题 因为台湾需要从零开始 虽然经常听到科学无国界 但是太空科技容易与军事用途挂钩 各国大多也都不愿意分享技术细节 甚至是限制出口火箭或卫星的关键零组件 所以对于台湾而言 就只有自主研发这一条路可以走 像朝鲜和伊朗 他们的弹道飞弹基本上都是山寨版本 他们得到弹道飞弹的时间相对较早 国际上对弹道飞弹的限制力度没有限在大 比如朝鲜是苏联的飞毛腿B进行逆向研究 而伊朗的流星3的基础同样是飞毛腿B 而台湾则完全没有借鉴的东西 在国际反弹道导弹扩散条约之后 各国对弹道飞弹的看法基本就一致了 出口不可能 没办法台湾只能自研 但人手又有些不足 台湾目前的科研人员 大多集中在中科院下设的研究院中 比如航空工程火箭导弹等 人数也只有1万人左右 这些人员对于航天系统工程而言 可以说是杯水车薪 最后就是经济问题 虽然台湾目前的人均收入在世界前列 但是规模不大 而发展太空科技 比如探空火箭 卫星 弹道飞弹等 都属于尖端技术 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于是就造成了火箭发射的次数太少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 积累的经验不是很多 研发的进度自然就慢了下来 那台湾能不能像美国那样买火箭发动机 凭借着目前台湾的军工技术 逆向研发虽说不一定成功 但总归能少走一些弯路 确实造不如买 买不如租 但是火箭发动机这种可以说一次性的东西 只有买和造 比如美国的宇宙神运载火箭 都是买的俄罗斯的RD-180双喷火箭发动机 首先我们要知道 俄罗斯敢出口给美国 那是因为美国具备生产RD-180火箭发动机的技术和实力 不担心火箭技术被美国携走 所以俄罗斯卖给美国RD-180火箭发动机的价格也不贵 每台1000万美元 而美国购买RD-180的原因 一个是简单 同级别的美国发动机单价要在2000万美元 另一个原因就是稳定 俄罗斯的火箭发动机技术在世界可以说是顶尖 就比如美国的RS-38火箭发动机的质量为6.6吨 海平面推力66万磅 而RD-180火箭发动机的质量为5.4吨 海平面的推力为93万磅 RD-180火箭发动机不仅更轻 而且推力更大 稳定性也不错 用了那么多次基本没啥故障 俄罗斯缺钱 美国缺火箭发动机 但不缺火箭发动机技术 俄罗斯这才一直出口火箭发动机给美国 在一般情况下 有火箭发动机技术的国家 其实不会卖火箭发动机 怕别人偷学 毕竟其航空发动机不同 火箭发动机的结构相对简单 试错试个几遍基本上就能有一定的思路 所以台湾想买却没地方卖 俄罗斯暂且不提 就比如美国 它会卖吗 不会 美国不来倒卵就已经是好消息了 台湾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时 火箭技术刚有一些眉目就被美国强行攻止 总的来说 对于当前的台湾来讲 想要拥有弹道飞弹 唯一的出路就是自研 不过台湾已经研究几十年的探空火箭 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数据 而且当前台湾研发火箭技术的模式 已经是军民两开花 探空火箭的发射频率肯定会有一个提升 比如最开始的探空一号到探空二号 中间相隔了两三年 到后面的探空系列时 基本上都达到了一年一次 最近的飞鼠一号到http3a 中间的间隔只有半年 发射的频率越来越快 获得的经验和数据也越来越多 存在的问题自然也越来越少 按照这个节奏发展下去 就算是不买其他国家的火箭发动机 台湾也能研发出自己的进而发展弹道飞弹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各位认为台湾什么时候能成功发射运载火箭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愿吧 لاا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按照提供